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亏你们来帮忙 小韩到了 要想蔬菜不动坏啊 就得赶紧把它们放进菜窖 外公 为什么菜窖里要放水呢 我知道 这是为了利用水结冰释放出的热 来保持菜窖的温度和湿度 青仔懂得可真多 我也只是刚好在书上看到过 外公 还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 活都被你们干完了 去玩吧 老大真厉害哦 笔手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老大老大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探听到了关于宝贝石头的消息 石头啊 又不能吃 传说这种叫微微的石头 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有能量不早说 快带我去 咖 масс 现在节气仪只剩下最后一出破损了 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根据记载 修复节气仪的最后一个缺口 需要一种拥有古代气息的能量 古代气息的能量 那是什么 不如问问老师 不牛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古牛 赶快联络老师 我们有急事 好的 联络失败了 没有老师的指导 该去哪儿寻找有远古气息的能量了 我记得爸爸之前告诉过我 附近山上的卫碑年代久远 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 我继续联络老师 我们下去 学本年兽干嘛 还不快去找卫碑石 可是老大 我们不知道卫碑石长什么样子 既然是骑石 肯定非常坚硬 你们去找最硬的石头过来 老大老大 这块石头够硬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我们先去千年卫碑那里看看 千年卫碑那里看看 千年卫碑 跟着他们 我听爸爸说过 石碑上的文字 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书法家留下来的 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规法 你们能从这块石头上感应到能量吗 武带 气息 有能量 我们要找的 是跟卫碑同样置地的石头 然后带过来沾染卫碑的气息 还要和集气宜缺口的形状吻合 你们俩去把风 不要让精灵们回来捣乱 我要把这石头里的能量全部吸走 这破铁龙 看我毁了他 谁 我感觉到了年兽的能量信号 纸枪 是卫碑时刻的方向 年兽想要能量 肯定会对千年卫碑下手 我们快回去 不能让他破坏文物 站住 飞山 没打中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你给我站住 方向不对 他想钓虎离山 竟然不上当 看来只能来用的了 中招了吧 你都 打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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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container 雷瑶 好挑 好挑 老大救命啊 老大 救命啊 你还敢破坏文物 我们来帮忙 向上举手 也计加油 就凭你也想阻止我 神器 神器 你去哪儿啊 怎么回事 神器在吸收卫背的能量 快阻止它 没想到吧 千年卫背的能量 最终还是我的 东草 你太慢了 看我神器的厉害吧 神器怎么回事 不能再吸了 你怎么比我还贪吃 再吸就爆了 快闪开 快闪开 每年公历的一月五日至七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二十三个节气 小寒 小寒节气的特点就是寒冷 但还没有冷到极点 要防止鸡血或动雨 压断或冬山果树 冬季多大雾天 大风天 海上或江湖捕鱼 养殖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防寒暴暖是必不可少的 越是天冷的时候 越是应该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增强抵抗力 饮食方面应该少咸多苦 吃一些性温热的食物 比如羊肉 鸡肉 大枣 花生等 小朋友们 今天的节气小知识 你们记住了吗